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昭谈书 本节目以太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未到播出 我是杨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一本 对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听起来内容有点刺耳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科普的书 但是它的主题是关于运动 看书名也就知道 这个作者它的科普的方向 跟我们解释的是什么 书名叫做天生不爱动 副标底是自然使汉演化 如何破除现代人关于 运动与健康的十二个迷思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Daniel Lieberman Daniel Lieberman呢 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在哈佛教的是人类演化生物学 他也是主持哈佛骨骼生物学的实验室 曾经在Science Nature 等这些热门的科学杂志发表 多篇关于跑步的学术文章 那他从演化学探出运动的这个主题 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表明的蛮清楚的 在序言里面 他就讲了 2017年6月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说我飞到了肯亚 飞中 买了一部跑步机 放上秀旅车 送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 这个偏远的地方呢 大家都没去过 叫做Penja 位于肯亚的西部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它的海拔超过2000公尺 这个Penja 位于清脆的地区 有起伏的山丘 还有山谷当中 随处可见的庞大花岗岩漏头 四处可以看到小片的田地 和简陋的家园 通常是用泥巴再加上部分的粪便 建造出单房小屋 屋顶呢 则是茅草跟铁皮 是一个相对在人文上面 蛮荒的地方 Penja自然景色很美 可是呢 就算以肯亚的标准来看 很穷啊 而且呢 地处偏远 从最近的城市 开车过去 距离是80公里 可是呢 不是你以为的 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可以到 却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开车去都要一整天哦 而且呢 越靠近Penja 这个呢 路就越来越难开 天气好的时候呢 这段路程是沿着陡峭湾圆的泥土路行进 不时要横跃 散落的大石头和其他障碍的溪谷 下雨的时候呢 那个路就变迟了 几乎看不到路 变成陡峭粘稠的火山泥沙流 这个路很可怕 不过近十年来 丁六利本们 他每一年都跟学生还有肯亚的同事们 进行这趟旅程 干嘛呢 要去研究 人类的身体如何随着世界迅速的现代化而产生变化 所以为什么要去到这里 就是为了对比 在现代化之前的人的身体 跟现代化之后 到底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变化 那Penja这里的人 是农耕农民 一代一代的生活方式 跟过去的祖先没有太多的差别 在这里没有拨油露面 没有电 也没有自来水 Penja人大部分没有能力购买鞋子 床垫 药品 椅子 还有很多 在我们一般现代生活里面 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看到他们不依靠机械辅助 努力工作 维持生存 跟改善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努力 照顾自己的小孩 真的会让人感动 比较他们跟邻近的城市里 同属于 甚至为叫做卡伦金族 他们是同样的民族 那就可以进一步地探究 我们在办公室里 整天坐着工作 不再天天劳动维持生计 或者是也不再 打着刺脚 在地上蹲坐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到底 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故意带一台跑步骑驱 要干嘛呢 要用它来研究 这个地区的女性头上 她们顶着沉重的水 食物跟木材 她们走路的效率 不过后来发现 带这部跑步机去 是个错误 但是呢 错得很有启发性 因为让当地的女性 站上机器 当皮带开始转动 她们就变得 走得很刻意 很迟疑 而且呢 姿态很奇怪 如果我们第一次站上 这种古怪吵杂又 强迫我们走路 但哪里都去不了的 新鲜玩意儿 我们大概也会走得很不自在 虽然这些女性 在跑步机上 练习了几次之后 她们走路的技巧 略有进步 可是这些研究者发现 如果要测量 她们头顶东西 跟没顶东西的时候 的走路状况 你只好放弃跑步机 让她们直接在地面上走 所以这个教授 就觉得自己做了 错误的决定 在那里碎碎念说 哎呀 浪费了好多钱 时间跟心力 竟然把跑步机 带来Penja 突然又想到 这种机器体现了 这本书的主题 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 它就在这里 明确地表达了 我们人类 并没有演化出 运动的天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么说吧 现在对于运动 最常见的定义是 有计划 有架构 重复性的 自主身体的活动 目的是要维持 或者改善 健康跟体能 不过这是 很新的一个现象 没有多久之前 我们的祖先 还是狩猎 采取者 还有农夫的时候 他们每一天 必须要活动 很多个小时 才能够得到 足够的食物 他们有的时候 会因为社会的理由 去玩闹 或者是跳舞 但那个时候 在部落里面 在社群里面 不会有人 为了要健康 去跑步 或者走路 好几公里 连exercise 运动这个字 都是最近才被赋予 对于健康 有益的意义 英文里面的 exercise 源自于 拉丁文的 exit 源自于 拉丁文的 exio 那最早出现在 中世纪 是被用来指称 耕田等 非常辛苦的劳动 所以呢 exio 这个单字 最早被用来指称 提升技能或健康 而练习或训练 不过呢 另外有一个 它用在书名上 英文原来的书名 叫做 exercise 那是被动式的 那被动式的 exercise 意思也就表示 有烦闷 操心 或者是忧虑的意思 为健康而运动 是狠心的概念 再说一次 跑步机 当然也是狠心的发明 不过 它的起源 跟健康体能 完全无关 最早使用 类似跑步机装置的 是谁呢 可以追索到 罗马人 罗马人要干嘛 那是 让你在那里踩 踩了之后呢 发生动能 有了动能 来带动脚盘 把重物 给提升上来 1818年 经过维多利亚时代 发明家 William Kobe 改良了之后 就换成 对于囚犯用型 并且放置他们偷懒 叫他们在那里 踩跑步机 有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 英国的囚犯 每天必须要在 庞大的阶梯型的 跑步机上 走好几个小时 这是他们 所受到的惩罚 其中的一部分 这中间 他也特别讲 包括了 当时被 关到牢里面的 Oscar Wild 英国的作家 王尔德 对跑步机 现在是否仍然 用于刑罚 目前 大众的看法不一 但这些看法 说明了运动 在现代工业化 社会当中的 怪异特质 像跑到 Penja这种地方 要如何对 狩猎的采集者 或者是农民 或者是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对你的真正 主父母 去解释 哎呀 因为一整天 大部分时间 都坐在椅子上 为了弥补 自己的懒惰 所以呢 我花钱 去上健身房 或者是我花钱 去买跑步机 站到跑步机上 强迫自己 耗费体力 但是 最后呢 我哪里都去不了 出了一身汗 搞得自己 又累又辛苦 那 这些狩猎采集者 Penja的农民 或者是 我的真正 主父母们 他们要如何 才能够听得懂 不会觉得 我是疯子 或者是白痴呢 除了跑步机 看起来 从他们的眼中 是很荒谬的 我们的园主 应该也会对于 运动竟然变得 商业化 工业化 以及最重要的 医疗化 感到 非常的疑惑 尽管我们有时候 为了好玩而运动 但现在大多数人 花钱做运动 绝对不是为了好玩 我们不会去打篮球 不会去玩躲避球 我们在干嘛 我们运动呢 是为了要进行 体重管理 为了要预防疾病 为了要延缓 衰老跟死亡 运动 连带地变成了 庞大的产业 走路慢跑 和其他的运动 本来是免费的 但跨国企业 却怂流我们 花费大笔的金钱 首先 你要去买 特质的衣服 这个在现在 骑脚拉车上面 是最明显的 你还要 使用特殊的装备 你要在特殊的空间 在健身俱乐部等 特定的地方 来进行运动 另外呢 我们还花钱 看人运动 去看运动的表演 少数人甚至 花钱去参加 马拉松 超马 铁人三项 和各种 逼近体能极限 让人劳累 甚至有潜在危险的 体育活动 来换取 换到的是什么 换到了痛苦 只要花几千美金 只要这是返风的 他说你也可以 跑两百四十亿公里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 跑步的计划 让你可以横跃 撒哈拉沙漠 不过最重要的 利本们为什么要写 这本书 那就是观察到 注意到 运动已经开始造成 焦虑跟困惑 每一个人都知道 运动有益健康 但大不多数人 还是很难运动得够多 够安全 或者够开心 所以我们对运动 感到焦虑 一个演化学家 当他在看 人类的演化的时候 他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 运动流行这件事情 就是这本书的主题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一个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注意收听 不爱动作者是 Daniel Lieberman 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中文一本 那这本书 原来的英文书名 的确很难翻译成为中文 所以要稍微解释一下 Lieberman 原来所选的书名 叫做Exercise Exercise 当然指的是运动 可是呢 变成了动词 再加上一个 被动式 在英文里面 基本上指的是 有点勉强 被强迫 不自然 这样的一种意思 那Lieberman 是一位 人类演化的专家 研究人类演化 所产生 带来的各种 不同的变化 对他来说 他要强调的是 我们现在重视运动 是一件Exercise 的事情 也就是 没那么自然 有点勉强 而且 其实呢 在人类的自然的变化上 产生了 许许多多的扭曲 中文本 告诉我们 书里面 会给我们 自然史和演化 如何破除 现代人 关于运动 跟健康的 12个迷思 所以我可以 快速地 跟听众朋友们 介绍一下 这12个迷思 看你会不会 感觉到 有兴趣 你心里面 有任何的 这样的迷思吗 第一个迷思是 人类演化出 运动的天性 或者是 用更简单的话 来说的话 人有运动的本能 运动的天性 这是他要举出的 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呢 是 懒惰不符合自然 第三个迷思是 久坐 一直坐着 当 Coach Potato 一直赖在沙发上 是不健康的事情 第四个迷思是 人类每天需要 八个小时的睡眠 第五个迷思是 正常人无法兼具速度跟耐力 第六个迷思是 我们在演化的影响下 会变得非常的强壮 第七个迷思是 运动竞技等于运动 第八个迷思是 Sports 运动竞技等于 Exercise等于 在中文里面也叫做运动 第九个迷思是 走路没有办法减重 跑步会伤膝盖 第十个迷思是 年纪大的时候活动量减少 是正常的 第十一 Just do it 这是Nike的宣传词 但是太流行了 很多人都喜欢 讲到运动 Just do it Just do it 就一定会有用 这是第十一个迷思 最后一个迷思是 世界上有最佳的运动技量 跟种类 所以 这整本书 就是针对这些 我们信以为真 认为是对的观念 从 人类演化学的角度 它要告诉我们 恐怕不是这么一回事 例如说 它就告诉我们 简单说来 演化让我们尽可能不活动 更精确地说 人体投入 身体活动等 非繁殖机能的能量 只会刚刚好 而不会过多 请注意 用的是 尽可能 三个字 因为如果完全不动 显然就不可能活下去 或者是能够翻眼后代了 狩猎采忌者 他们小的时候必须玩乐 来学习运动技巧 来提升肌肉的力量 并且增加耐力 但是长大了之后 别无选择 他们就必须要寻找食物 处理杂事 求偶 以及避免丧命 此外 大概还需要和想要参与 舞蹈等重要的社会的仪式 但 人 活着 尤其是在那样一种 原始的环境情境底下 你能够取得的能量资源 通常是有限的 在这种状况底下 没有必要的身体活动 就会排挤掉 用掉 应该要花费在 生存跟繁殖上的能量 所以明智的成年狩猎采集者 他不会浪费 五百大卡来踢球 或者是 让自己去跑八公里 取舍观点可以用来解释 饥饿自愿受策者 他们的身体为了生存 就采取了必要的 折衷的方案 他们虽然不得不 做一点运动 但他们会避免 不必要的身体活动 来降低维持身体运作 所需要的能量 同时呢 这个时候是 生不出小孩的 他们会完全放弃 繁殖的欲望 这里我可以补充 一个 这是不得已的 或者是悲哀的 一个巨大的实验 在中国大陆 从1957年 大概到1961年 因为当时遇到了 大药镜 所产生的三年饥荒 在那个时期 整个中国的出生率 急剧的下降 在那几年当中 没有生出多少的小孩 也就是 在没有足够的能量能源 可以提供供应的情况底下 人会集体地放弃繁殖的欲望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例证 还好这些取舍 都是面对短暂特殊危机的时候 暂时的反应 饥饿在农业前社会当中 同样很少见 因为狩猎采集者 他们的生活范围很大 他们的族群人数却不多 所以他们不需要依赖 可能会嵌受的作物 如果状况不好 他们就搬走 迁到别的地方 去寻找食物 几十年来的研究已经指出 狩猎采集者通常能够避免饥饿 他们整年维持大约相同的体重 不过这不表示 狩猎采集者不会碰到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们会抱怨肚子饿 但狩猎采集者求生的方式 也就是千万不要傻傻地把宝贵的热量 浪费在不必要的活动上 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 你现在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你靠在床头上 你正在愧疚说 哎呦我好懒哦 我现在就只是听广播 什么事都没做 你可以放松一点 因为不活动的状态 就是我们合理分配宝贵热量的 在我们的人类天性当中的基本的策略 除了年轻好玩或者其他社会的理由 逃避非必要的身体活动 测试人类几百万代 这么多的generations 我们的务实适应的行为 事实上和其他哺乳类动物相比 人类反而演化出特别不爱运动的一种天性 接着他举例说 他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美国麻州剑桥 附近最适合散步的地方是Fresh Palm 那是一个reservoir 那是一个自来水的积水区 在这个宁静的地方周围是森林 环绕着一条三公里长的步道 居民整年都可以在那里散步跑步骑单车 如果行为够乖的狗 在那里可以不用带皮带 所以呢 他跟他太太就会定时带着他们家的狗 Echo 到Fresh Palm旁边去散步 Echo很喜欢这里 你只要把他的皮带解开了 他就会用最快的速度飞冲出去 沉浸在自由当中 尽情地享受他的速度 还有跑步的时候的那种轻快感 不过呢 这对夫妻主人 常常让他们家的狗失望 因为呢 主人不想要走那么快 不想要跑 只会用闲散的步调 慢慢走在他的后面 以至于狗呢 就必须要来回跑步 到后来 这只狗Echo 他就开始觉得累了 等到三公里 绕了Fresh Palm一圈 这个时候 狗呢 就反而落到了人的后面 筋疲力尽 因为他跑太久了 跑得太远的距离了 这个时候狗准备要回家 好好去睡一下 那人跟狗 也就是主人跟Echo的对比 就注意到狗的速度比人快得多 但狗的耐力比人差得多 也让Daniel Libban觉得 自己走得 哎呀 走路 人类走路好散漫啊 哎 奇怪了 为什么没有像Echo那种 一旦被放出来 从车里面 车门一打开 就冲出去的那种尽头呢 这个狗一有机会 就会莽撞地飞冲出去 因为他觉得 全速冲刺 很过瘾吗 他没有那种 保留能量的元件吗 还是他需要释放 压抑已久的能量呢 这三个解释可能都对 但狗和人 在那个过程当中 绕着这个Fresh Pump 不一样的方式 就其实告诉我们 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突现出 人对于花费热量 比较谨慎 从来没有看过大人 在Fresh Pump停车场 一跳下车子 就全速往前冲 一直到喘不过气为止 另外呢 待在家里放松的人 也远比出门运动人 要多得多 成人跟小孩 或者是狗不一样 你必须要 有特别的诱因 刺激他 劝导他 乃至于强迫他 也就是exercise的 他才会定时地 离开椅子 去做运动 不爱运动的人 经常被视为是懒惰 但不爱运动 其实很正常 因为避免浪费 宝贵的能量 在运动上 是很合理的 不过我们也有理由猜测 人类比大多数的动物 更不爱运动 那是因为我们对于 能量的取舍 和动物不一样 我们必须要把 比较多的能量 放在重要的活动上 所以我们就没有 那么多的能量 可以给 不重要的活动了 由于演化 就是来自于 曾经发生的实际状况 所以证据显示 演化使得采集 狩猎者 他们的活动量 比懒散的原类 更加的多 这对于理解 人类能量的运用方式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演化至 不爱运动的 黑猩猩猩猩猎 那什么样因素 大幅提高了 人类的活动量呢 这个结果对我们的活动量 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案是 气候变迁 促使我们的祖先 演化出不寻常 但是成功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需要努力工作的 狩猎采集的模式 从身体活动的角度来看 狩猎采集者 每天大量活动几个小时 必须要走 8到16公里的路程 而且路途上 还要带着食物跟幼儿 还要去进行挖掘 有的时候需要跑步 做各种工作 来维持生活 人类的祖先 为了合作沟通 跟制造工具 演化出体积大又耗的大脑 最后 但同等重要的 人类演化出高度活跃 独特 又十分奢侈的 繁衍的策略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 就使得 人类的生活 非常的耗能 平常 让自己正常活下去 已经必须消耗 这么多的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 在演化上 在本能上 人 其实不会主动 要去运动的 你必须把 能量保留下来 因为 要消耗这么多的能量 才能保持 日常正常的活动 这是 Daniel Leberman 他提出来 这样的一个 科学的证据 告诉我们 为什么人 天生不爱动 这本书的书名 就是 天生不爱动 介绍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